我们一直在关注来自福岛核电厂的最新消息 而现在很多人都想知道 电厂附近多大范围以外的农业食品是安全的 能够免于辐射的灾害 目前日本政府已经下令将一些农产品下架 今天多文要告诉您关于东京北部的一个农场 一个令人担忧的新发现 在日本的这个小农场 在田里发现菠菜受到辐射的污染 这个农场距离爆炸的核电厂大约100英里 专家的发现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这里的辐射水平是正常数值的两倍 在另一个农场也发现了同样异常的读树 虽然两个样本还不够做出结论 但是这项测试可以支持日本政府已经知道的事实 福岛第一电厂的辐射已经进入食物链 而且不只是牛奶距离爆炸的核电厂75英里远的菠菜田地 也测试出超高的辐射值 包括在这个农场的辐射水平 仍然不至于对健康造成威胁 但是官员正在讨论禁止销售电厂附近生产的食物 可能暂时关闭一些日本最肥沃的农田 欧洲曾经经历过这一切 25年前爆炸后的车诺比电厂 辐射成污染了大片东欧和斯坎里纳维亚的土地 成顿食品被迫销毁 高古聪还记得那些日子 他当时是在日本科学家团队的一员 积极采取措施以防止受污染的食品进入日本 他说福岛事件不比车诺比事件 两者造成的核辐射灾害程度还差得很远 但是 而其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因为恐惧蔓延的速度远超过辐射 生平第一次 82岁的那天游记会 开始担忧他丈夫家代代相传的土地 在日本对于核辐射的恐惧引起的食品恐惧